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冬 这个影片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官方释出的这个影片 就是有关于界面介绍,以及它的一些游戏里面的功能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天堂W的界面,它会是长什么样子 那么如同画面所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左上角呢,是显示人物的状态 右上角呢,是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商城啦,道具啦,魔法啦,任务之类的这个选单 那么左下角的部分呢,是你的控制项 那右下角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包括你的练功,攻击 或者是要使用药水的部分 那么使用药水的,它现在只有四个栏位 看起来中间应该还是会有 因为通常来说啊,四格是不够用的 尤其是对于这个技能很多的职业来讲 也应该是更不够用的啦 那么天堂W在正义值的设定呢 一样是有这个邪恶中立到正义的这种属性 你去干掉别人的话呢,就会变成是邪恶的 如果是打怪或者是解任务的话 基本上它可以提高你的正义值 那也会获得一些,譬如说防御之类的这个奖励 相对的变邪恶的话 有些能力就会获得,就是会降下去就对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不论你是正义还是邪恶的 死亡的时候都有机会去喷装 但是呢,如果你是正义的话 你可能对顶多就是几率喷一件 如果你是邪恶的话呢 就是几率喷一到三件 而且这个几率啊,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目前还不确定它能不能去把它输回 只是我们推测可能是不能输回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它的能力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能力的部分 其实跟以前的天堂也是一样 甚至天堂爱名也是这样的设定 总共都有六个属性可以去点 每一个属性它都有配置影响不同的一些附属能力 所以到时候在点选的时候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所点的这个能力呢 是不是现阶段需要的 那么在装备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总共是有九个格子哦 那还有一个锁定的 不知道未来会是开放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是指防具的部分 另外还有这个视频的部分 它没有把它展示出来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大家做装备的切换 在游戏的设定里面呢 它总共设定了两个set 可以让你自由的去切换 这个应该说快速的去切换 两种不同的这个装备组合 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需要穿到的这种所谓的抗魔装 那么在狩猎的时候呢 我们在打怪的时候 又不需要用到这种抗魔装 我们就有一般的练弓装 来做一个使用哦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你可能要一个一个点嘛 那在这个set里面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切换 这个功能呢 是非常的方便的 右上角呢 就是一些常用的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包括这个道具啦 魔法啦 任务啦 甚至商城 都放在这个右上角的位置 那么我们看到右下角的部分哦 右下角的部分呢 总共是有两个区域哦 一个是让你去 比如说攻击敌人 或者是锁定目标的这个按钮 那么最下面呢 是有这个道具列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药水啦 技能啦 一些使用的道具 把它拉下来到下面 你就可以去常态的使用它 或者是让它自动去使用 当然啦 目前看起来只有四格 应该是不够的哦 我在猜 未来还有机会开放更多的这个格子 让玩家去做一个使用 而大家最想知道 关于这个视角的部分 其实天堂W 确实它是以3D的方式来做呈现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影片 以及画面来看 它其实并没有到所谓的 真正可以让你去旋转这个视角 以及呢 它在这个影片里面 所呈现的这个介绍呢 它也没有提到说 这个画面呢 是可以360度转的 那么所以从大部分的资讯来看的话 天堂W 它应该是属于这种斜45度角 而且是固定视角 或者是特定视角的方式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切换 所以应该不会有这个 所谓的3D暈的情况出现 那么再来大家期待的这个 所谓的自动练功功能 这个东西呢 大家也是期待了很久 而且有些人觉得说好像没有啊 但是从这个影片呢 其实他已经有提到 这个游戏里面有自动的功能 但是它不叫Auto 它叫做Assist 其实就是一个协助辅助的一个功能 在游戏里面呢 一样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顾虑的玩家 其实不用担心 这个游戏确实是可以让大家 Auto下去 或者是Assist下去呢 你就可以去睡觉 直到你可能 哎 不小心回春之类的啊 成为大家所在网路上 所看到的这个影片介绍 天堂W 它是属于这种全球的伺服器 而且它这个游戏里面 就是内建所谓的AI翻译 那么我们在这个游戏界面里面呢 如果你看不懂外国人所讲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Auto Translate 直接把他们所说的话呢 翻成你可以读懂的这个语言 当然这个设定啊 你必须要在进游戏之前 从Purple这边来设定一下说你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是什么 这样子将来在翻译的时候呢 才不会不小心 你又翻成譬如说日文啦 英文啦 翻进去成你又看不懂的这个语系 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影片里面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譬如说它的课金额度到底是多少 首先我们先从法师的这个界面来看 以前的法师呢 它的技能其实数量非常的多 那在天堂M过后 然后接着到W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法师的技能啊 可以说是它把它做一个收敛哦 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技能 都只有四招 但是这个四招呢 其实跟以前并不一样哦 它有一些技能呢 它是属于一级二级三级把它融合起来 但是呢 把一些比较没有用到的这个技能把它删除掉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里面看到的技能呢 诶有些可能是譬如说五六阶 它的这个技能放在一起 所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这个的话到时候玩法师的朋友们呢 到时候要留意一下 它的这些技能以及它的这个取得方式 那么在这个天堂W里面的课金呢 到底是多少 我相信这个东西呢 对大家来说一定是好奇的不得了啦 那么目前现楼的情况来讲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这个上市之前嘛 我们可以从这个Google Play的网页里面去看 它这里面有提到说 应用程式的内购产品 每一个项目呢 是0.99到94.99 换算下来的话呢 大概价格差不多是落在2600元之间 当然这个部分是指台币 所以相较于天堂M来说的话呢 它的价格又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 会带来这么高 或者是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 我们就只有等开服的时候才知道啦 但是呢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比较贵的东西呢 可能会是这种所谓的冲等包 或者是一些装备组合包 让大家呢 可以有更快的速度 去提高你自己的这个角色经验值 以及这个战力 不论如何呢 目前这些有部分的资讯 都是我们去猜测出来的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游戏呢 即将在11月3号台湾时间的23.00分 正式开服 大家知道呢 我们会在伊娃的第7个伺服器 伊娃07跟大家一起玩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一起来加入 那么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 也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们到时候会实况见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